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是个小呆子 你说谁 小呆子呀 是不 你干嘛呀 你就别逼我了 慧云明 你干嘛 这都是你自找的 你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慧云明 你给我放开 我不进去 我不进去 你上去 慧云明 你要干 你要干嘛 这么好的夜色 我要让你 吹吹风啊 慧云明 慧云明 你放开我 救命 救命 有没有人哪 救命 小呆 当我没说 我 满 你 你 你怎么来的 我 我 大神 ris 来 小雅 您怎么踩 你怎么来了 快起来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突然过来了 突然的 也太突然了吧 你跟踪我 没有 你没事吧 没事 我 我的合同最亮哎 我娘听到我说话了 那是因为我在里面放了两个蜡烛 我就是突然过来了 你真的很扫心 你再不许愿 合同就飘远了 娘亲 请一定要保佑弟弟和奶奶 身体健康 也保佑红豆和连理 也保佑楚夜 早日找到她家人 那你自己呢 我作为第一媒的掌门人 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 不然怎么保护好我家人啊 我在这儿 没有家人 第一媒就是你的家啊 得了吧 你今天说完了明天就忘了 我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 哪儿了 哪儿了 在楚夜 没有找到家人之前 第一媒永远是你的家 只要有我一口饭水 就有你一口粥喝 说好了 你在做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应该是你对我做了什么吧 喂 喂 走吧 那参 是不是有点细了 行不行啊 那你待在这儿 那你 你先试试 上官姑娘 好厉害的情况 比我厉害多了 你那叫轻功 你顶多是翻墙 可惜他是个男的 要是个女的 我定和他一劫进来 那 那 以后 我是不是得叫你 博也了 不 不 是 听您的 反正楚夜这个名字 我也听惯了 不出去 娘 那 那就多注意这儿 奶奶她不想你搬出去 听奶奶的 听奶奶的 你在这儿干吗 没什么 随便看看 没想到你这一年 调和了这么多对夫妻啊 这些媒 都是我们第一媒之前做过的 不能拿了人家的钱 就不认账了呀 做人得负责 你怎么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 来你们家这么久了 有点无聊 想找点事做 我知道 你就是想制造一些 和我在一起的机会 但是 别吃心妄想了 你是没机会的 我之前说过了 我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 记住我早上和你说过的话 放心吧 我记着呢 井水不犯河水吗 还有 你想多了 那 你不是想到这些的话 难道你想做名人 不可能大 算了吧 就你这样的 当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小呆子 小呆子呀 你说谁 你看 你 你 停 行